等一下這個人要哭了啦 要碎掉了 他那麼多錢給我這張 碎餅乾 又帥的碎餅乾 蓮如漆餅 我的碎 11.42.8 夥伴Six HELLO 大家好我是妳的 我們今天在蝦皮上面買了 蠻多的日本零食 對 因為要來開箱那些賣得很好的 不然就是我們很有興趣的 白色戀人巧克力飲料 125元 怎麼樣一咪咪罐要給我一百多塊喔 對啊 我的手掌還要小 哇塞 Sixhaven還是全家是不是出了這個飲料 對 那還要不要 他那種血脂戀人 立頓 喔喔喔 太像了 但說到白色戀人 就是去日本北海道一定要買的 一手一半小二零 必買 而且我真的好喜歡吃喔 嗯 就甜甜的 妳先問我們看 是很熟悉的味道 白巧克力的味道 對 真的很熟悉 它有一點有咖啡感啊 它是濃縮汁嗎 它超濃欸 我好像在喝就是融化的白巧克力 巧克力直接混薄酒乳的感覺 喝完之後我會覺得它那個 油脂感很重 還是知道要喝冰的 喝冰的或熱的 因為我們是常溫直接開封喝起來 很容易膩欸 有骨濃 奶酸奶酸感 那個奶酸趕快採在你嘴巴裡面 對 它會浮一層在你的舌頭 喉嚨中間 OMG 這個不行欸 不推 這個不推 大家還是吃餅乾比較好 山丘點心 牛奶小芳酥 等一下包50元 看起來很可愛 果定我的臉在上面嗎 並沒有 它裡面一顆一顆長這樣 嗯 感覺很像拿來泡東西了 感覺會化掉欸 聽起來很像那個麵包店的味道 比我想像中好吃欸 海綿蛋糕變成餅乾的感覺 但它沒有很甜欸 吃起來就是沒有那種質感 對我來說好吃普通但特別 如果它在日本買比較便宜的話 我在當地會想要買 我覺得還蠻像就是我吃那種蛋糕 好像剛才還沒那麼好 然後有時候我放在桌上還是什麼 沒去吃那種飲料 都乾掉之後 但那個飲料那個味道其實真的蠻像的 來我們這一小包呢 通過這個蝦皮的代購 我們總共要花250元啊各位 OK 不可能 250啊 它沒有到非常難吃 但如果它今天這個價錢 我覺得大概60 60 我剛剛好像吃掉了50塊 還是我340歐 常買沒關係 650歐2 200 250 就你出國的時候買啦 好啦 好啦 這個買 不要在台灣買 MoriMoto焦糖蜂蜜巧克力夾心 350元 這個東西感覺就是很多夾乘 裡面還有液體和固執綜合 我們是不是有那個 剪刀 可以可以可以 它做了一個很好開的開口 300元喔 8天 一片70塊差不多 70塊 70幾 是嗎 快70塊 日本就是最愛這種 單個單個包裝 然後裡面全部都是紙片 跟照片好像一樣嗎 上面一層 下面是餅乾 漂亮 裡面有液體喔 哇 真的有 大小也跟照片上一模一樣 對啊 照片也沒騙人耶 很棒耶 日本人還很多比它大片 漂亮喔 它蜂蜜那個 這樣的地方 會讓人家咬起來 QQ 一下下的一兩秒 白巧克力跟蜂蜜搭在一起 雖然很甜 可是我會覺得這個甜 就是一個讓我快樂的甜 它有白巧克力 好吃 不會很油的感覺 第一開始來聯想到 健打還是什麼 餅乾啊 麵粉還是蛋香也還蠻棒的 嗯 那我覺得餅乾的口感也很棒 就是酥酥 可是一咬它就會化掉的那種餅乾 比較軟的那種味道 對 算它蠻貴的 可是如果真的出國有看到 賣回來拿去送禮 或自己吃都會覺得很酷 它會是一個你送出去 很有面質的伴手禮 但它的蜂蜜比較像是那種桂圓蜂蜜喔 我覺得它會一直聞到那種龍眼還是什麼的味道 可是它是它說是焦糖蜂蜜 它說的蜂蜂蜜再多處理一點東西 嗯嗯嗯嗯 很客服 很好吃 吃膩白色獵人的話 我們就換一個這個 恩歪起司奶油脆餅 320元 看起來很厲害 對啊 這個包裝 怎麼樣它有給一個 這種很日本的卡片 裡面幾個呢 五個 蛤 挺少的耶 來跟你們複習一下喔 這個一個要 一個66 來我們看一下裡面長怎樣 它看起來是真的蠻厲害的喔 外面的餅乾像那種幸運餅乾 然後裡面有那種奶油塊 跟奶油 等一下這個人要哭了啦 怎樣 你會睡掉了 啊 他那麼多錢給我 這種碎餅乾 我會睡心 六歲的碎餅乾 人爐漆餅 它裡面是兩層耶 這個起司棒 然後再來一個奶油嗎 好熟悉喔 孔雀 捲心 有一點就是裡面白白的那種 孔雀捲心酥 我覺得它外層的餅乾還蠻好吃的 它蠻豐富的耶 它味道 一下出來一下不見 然後一下就很好 我覺得甜皮跟好奇的味道不太一樣 它每次起司的鹹味快要衝出來的時候 就會被下面的奶油蓋掉 前面一開始入口 我覺得有點油膩感 後面是很 其實是奶味 如果你在那個冷凍庫 冷凍10分鐘之後再吃會更好吃 這樣就是孔雀簡訊書啊 一口吃掉66塊 我覺得呢 它就是蠻適合當伴手禮 一樣送出去非常有顏面 很厲害 很特別 很高貴 但是不適合自己買回去吃 如果它在日本買有比較便宜的話 還是可以買 不難吃啦 真的 但它如果帶回來這樣睡掉 送出去也蠻丟臉的 但蠻好吃的 推薦可以買啦 買來送人這樣 對 但今天這一次開箱下來 沒有那種 喔你必屯欸 吃日本買必買 都不是屯貨類的 對啊 嗯好吧 就真的還好 還是去日本當地吃吃喝喝好了 那這次是蠻皮熱燒零食的 MVP就是 小方式 焦糖蜂蜜巧克力夾心 我也是焦糖蜂蜜巧克力夾心 焦糖啊 對 我覺得那應該是吃了 唯一讓我覺得 喔好酷喔 有這種搭配耶 然後液體耶 讓人驚豔與特別感很重的一個 我喜歡小方式的口感 我覺得它蠻酷的 好 來那就是這樣 推薦給你們 想看第四集的話 留言瞧完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猜猜我是誰 猜猜我是誰 我是 智障珍 shut up yeah 這個是誰 這個是 羽生飛球 欸這段 為什麼要拍呢 因為 我們要充滿8分鐘 8分鐘才能查廣告 所以 讓我們一起倒數看看 欸 在倒數期間 其實我也不知道過了多久 但 我們要來 說個笑話嗎 我想 這看起來不錯吧 雖然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雖然這邊 騙我的地方好像沒什麼意義 那我來講個笑話 這是迪卡德喔 不好笑不會罵我 白氣球 告白氣球 好 喔呀 喔呀 那很爛啊 這真的很爛 一歲的蜜蜂 到了一百歲 會變成什麼 什麼 高齡蜂 爛死了 爛到不行欸 再來 跟你們說有一件事實 兩件五 兩件五八十 沒錯 沒了 我沒笑話了 爛死了 我真的沒哏了 那你覺得 我們有 到八分鐘了嗎 我覺得很像 是不是 差不多了呢 差不多了呢 差不多了吧 應該吧 好啦 就這樣子囉 川普跌倒會變什麼 三撲 你怎麼知道 那川普在哪 馬路邊跌倒 你知道會變什麼嗎 不知道 山路撲 掰掰 掰掰 訂閱 按讚 留言 加入還原 等一下 再也是 一二三 加入還原